至元十一年 公元一二七四年 曾经跟随忽必烈南征北战的赛典赤 善思丁被忽必烈任命为云南行省平章正式 成为了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 来人 道人 此地为何如此凄凉 怎么只剩下老人 妇人和小孩了 道人 我们这里是几个部族的交界处 没有人管 强盗横行 滇池又水患频发 青壮年都去外面找活干了 嗯 嗯 嗯 哦 哦 啊 哦 哦 哦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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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我们走遍了灾区 发现的问题你可一一记下 道人 这几天我们通过实地调查 发现滇池北东南三面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雨量丰沛 滇池的水来自成东群山下 少殿九十九泉 和每年雨季从四周山上下来的山洪 但滇池只有一个宣泄口 只有及时输聚海口至基辛滩一带的河床 才能防止河沙淤积 保证宣泄畅通 公元1276年 塞典池将全部工程分为上下两段 上段在昆明城的东北地区 以蓄水分流 结合灌溉防止潦水为目的 重点清理水源 输郡盘龙江 下段工程则是清除海口 石龙坝到龙王庙一带的 激沙和淤泥 输郡河道 并把海口河在安定境内的鸡心 裸壳几个险滩挖开 水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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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道 在 大人 你挑选三千民工 让他们前往下段工程 凿开海口石龙坝 清理书郡螳螂川的河道 不得有误 是 等上下段工程结束后 我们再根据石矿 修建三座节制杂 用以泄洪聚水 合理解决不同时间 泄与鸡的问题 是 治元十三年 修制滇池的工作正式启动 也首开云南水利工程 管理的仙河 它首先是加固堤岸 固定河床 然后修营水渠 引少殿泉水入江 这样汛气河水 不至于成灾 冬季河水不至于干涸 附近的沼泽 也逐渐变为凉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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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给我选出三百六十匹快马 每匹快马都配一名骑士 给我十二个时辰 时刻在江边巡视 唯一要求 一旦发现低暗崩坏 立即快马上报 派人修补不得延误 是大人 沾总 搜封 gear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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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加油 争取早日把海口扩大 不然江水还是会溢出 淹没我们的家园 水市终于得到了控制 看来胡欣和张力道他们两个人的下段工程 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啊 好 好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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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大家不要松懈 我们只是完成了一小步 治标不治本 仅仅是防止水患而已 我们还要防止有可能出现的旱情 传我命令 在潘龙江中游兴建堤坝 用以蓄水 是 大人 滇池水退后露出的大片卧壤 因缺水无法耕种 因此 当泻的治水方法收到明显效果后 又及时的采取了续的备焊策略 塞典池率人兴进了松华坝 又开凿宝像 马料 海园 金枝 银枝等六条人工河 采用炸座续红 灌溉八万亩粮田 为了减轻洪焕的威胁 塞典池还因势力导建设了一系列辅助设施 塞典池治水前后共三年 直到公元1278年结束 从此昆明成交西北至东北 东南及海口一带 形成了当时在云南历史上规模最大 最完整最科学 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系统水利工程 公元1278年 塞典池因为劳累加上年事已高 最终逝世 享年68岁 忽必烈感念他的功勋 追封咸阳王 誓好中会 并预领云南全境 以塞典池成规 不得尚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